哎呀龙哥好啊 今天讲随白啊 七点咱们准时开始 随白最近这个随带白词 我们简称为随白 大概是从一二一三年开始吧 我们这个古玩圈里面 行家藏家就开始慢慢有意识的 开始收藏随白词 这其中很多是刚刚介入到收藏的 一些完全是 甚至说以前没有收藏经验的 可能都上手都直接都切入到随白系统 还有一些之前有过收藏 我们后来不了解 后来慢慢通过一些展览 包括私下的一些交流 我们知道他们之前就已经在收藏 我们不知道 所以随白系统其实之前有点默默无闻 就大概在一二一三年以前 就真正买了可能都不叫随白词 可能都认为是唐代白词 但它比唐代白词要优雅得多 所以这个品一直没有真正的被区分出来 大家都是在唐代的器物 我有一次 我有一次什么 去日本 我记得我当时带一个朋友去日本找随白词 随白杯的时候 我跟他们日本的一些行家去聊的事 他们完全不知道随代定义怎么来的 但我跟他说唐代白词的话 他就拿出一批唐代的白词 那其中就夹杂了一些随代的器物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 原来这个在日本的概念中 可能也没有把它完全的划分出来 但他也不是说所有人 我们后来看那个 普上苍穹堂做的一些资料 他们就划分的已经很清晰了 可能他因为他是从简山苍穹堂学徒出来的 自己自立为堂口叫普上苍穹堂 普上苍穹堂这个堂口的话 基本又是以中国古代陶瓷 又是往前推的 就是北朝隋唐这个时期的 他可能很热衷于收藏这个时间段 所以普上苍穹堂是我们在去的时候会 他这个很小的一个楼上的一个展示空间 但他本身他自己做的册子 包括自己做的收藏都是蛮高级的 但我不知道现在他做什么了 因为后来我去过 包括朋友也去过 他就没有拿出再像样的器物来了 可能就早年收藏了一批 也就收藏我们就在日本一楼下来 然后慢慢也就转出去 也就慢慢没落 当然我好久没去了 等我下次再去日本的时候 我会去拜访一下 所以随白 我觉得不管国内国外 都有过类似的收藏 我们也有朋友去总结这方面资料 我也做过一些资料 大概从20年前在 苏比加的这种大拍上就出现了随白瓷的影子 但是大家一直不关注或者说不太在意它 就搞得是价格很低 还有的就是说流拍 或者说各种现象 还好 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推动 我们突然发现随白瓷被大家认可的度非常高 好咱今天就拿出一小时时间 我也被浪费时间再讲一讲 因为这里面的话有几个类 我看看 因为随白可能会分两次 今天讲一次 今天讲净瓶 讲兽手杯 讲盘口壶 或盘口瓶 讲就是随白最大宗的杯子 还有高珠杯 也算其中以来 就是讲这几杯就好了 后面咱们慢慢再 我看还可以再整理再做一起 好 先从第一件开始吧 上手锅最好的没有之一 这件随带的随白镜瓶 是在香港 我上手的 然后这是在一个我们当代的画的前面 当代画是我们天津的一位 我的一位特别尊敬的老师 马军老师的绘画 他当年就是在香港 做了一个几个店的一个联合画展 在林家的六妹三妹 还有另外一个店里面 我记得是阿熊哥吧 那边三个店 他正好都连载 给马军老师做了一个绘画的一个展览 那这件镜瓶当时摆在三妹的店里面 当然还有其他几件器物 这是我当时拍了一些照片 因为当时是马军老师有时过不去 我作为代表我过去的 但我当时也很仓促 就拿手机简单拍了拍 然后熊猫又接着把那照片发给熊猫 熊猫做了个帖子 就是很临时 也没有过多的做一些前期的准备 但器物本身太高级了 对就如果把那个宣传剃掉之后 它应该这么一个照片 我是以一个角度去取两个景 对这是一个正面的 一个正面从仰视 因为随白器物其实更适合仰视 就从下往上看 它的收口 它的脖子往下 包括它的肩膀 包括整个一个身子的一个圆滑度 包括它身上能开片 这件是国家博物馆 在国家博物馆地下一层 古代中国展馆里面 这件其实大家可以随时去看到 但你永远上不了手 我说了永远可能是 我是永远上不了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别的朋友可以上手这件 但我已经很知足了 我已经上手到香港那件了 那这两件其实 从感觉上几乎是跟卢文生 兄弟也好姐妹也好 它是一个很相像 气形啊 义务色啊 各方面都非常相像 所以上手香港那件的 国博这件的话 其实还好 还好 对我来说都还可以 对 因为 其实这件器物本身意义在于 就是 它开启了我对随白词的一个整体认知 之前我们收上随白词 就是都是杯子 以后会讲到 就是杯子 我们总体感觉上没有对它的利剑或者大型器物有个总体感觉 总认为杯子 就是杯托 已经是很高级的器物了 没有想过如果是呈现了一个大的器物 它会是什么样 那其实我在 那其实我在121314年的时候 其实我是帮一个我身边的特别好朋友去客气 那我们也去美国 也去安四眼那边 后来我总觉得这事 这事呢 就是不能 穷尽 就觉得还可能有更厉害接触到 因为我们一直在中国的圈子里打不乱转 我们眼界可能只在中国的圈子里面 甚至顶多 就是一年去两次国外的拍卖会 仅此而已 我们的眼界需要打开 就需要走出去 我跟一个社团圈的朋友 我就打个比喻 如果你在江西上收东西的时候 那你的眼界可能只局限在江西上 那你在全国收器 我说你可能眼界只局限在中国的范畴里面 如果你去到国外 博物馆 拍卖会 香港 日本 美国 英国 法国去 跟那些老的藏家去交流的时候 那你眼界就可以打开成世界形 那你这个过程 你必须要走 就必须要从一个省走出来 再走复活 就这样才可以 那这件事 其实我当初 我刚去这个香港三昧那边 我跟三昧第一次见面 是一个台湾的朋友介绍 因为我跟三昧不熟 他说那我带你去三昧那边 三昧就问我们喜欢什么 那时候呢 莫名的就开始喜欢随便车 就是我说我主向 我其实收几周遥 那随白的器物的话呢 正好就是我们最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品类 他说好吧 他就把这件竞品在那个年就拿出来放在我桌上了 我就看 可能是突然看见一个这么漂亮利剑摆着桌上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形容他 就是 别的三昧也没有对他过多的形容 就是你喜欢随白词就给你看一件嘛 然后我们就认真地打完了一下 然后后来又多次上手 就是我觉得 就是我觉得 就到顶了 就是终于知道随白词一个这么优雅的气路 摆在那天什么感觉 以前只是一个背 那能量远远不及精品 远远不及美品 那就是还是要依捷 来撑起整个那个 白词的巅峰 优雅的气质 所以说我去香港 其实那几乎第一家店 现在第一件器物 就注定了我这个圈子的一个崇拜的心理 因为人家是真能打开了眼界的 可是在国内移动机会是越来越少 或者说也不好有机会 人家可以奉献给人家你看 而且就是他不是说 因为你不懂 就或者你刚刚入门 不是香港人还是特别好这方面 甚至我当然 后来又通过香港这个圈子 认识了很多人 看到很多气务 就是这么一个原因 今天竞平的话呢 就是大家如果对他有强 有种类感觉的话 疫情过后去国家博物馆 去古代中国馆 去看那件竞平就够了 那件竞平其实你隔着玻璃窗 已经透视出一个非常优雅的状态出来 而且这种器物其实不太适合上手 我认为这么高级的器物 你就最好别上手 就远远看着就好了 你上手有点 有点对他有点不尊敬 后来我觉得 我带着柜子配方 我都不会再上手 我就看看他就好了 这个时代的器物 不宜得不尽 对 你是不是这个 都不会不胜了 怪物的利益